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画跳跃的青蛙 今天画画的主意来自Archer小朋友,谢谢Archer 让我们开始吧 用一张竖着的A4纸 从下往上折到比一半多一点的位置 然后把纸压平 把纸打开,分成了一大一小两块 把纸折回去 我们在上面这块纸画青蛙的脸 找到纸的中央 青蛙的脸在这儿 它有多宽呢?它有这么宽 我们拿黑色的笔在一边做一个标记 接下来看看青蛙的脸有多长 它有这么长 也是一边做一个标记 画一条弧度很小的线 穿过上面的点 这是青蛙的头顶 接着在线左边的位置找一个点 上下都用半圆形连起来 右边也是一样 画一个圆形 这个圆溜溜的形状就是青蛙的眼睛 接着在眼睛里画小点的圆涂黑 这是它的眼珠 下一步从眼睛出发 用弯弯的弧形穿过之前的点来到下巴 另外一边也是 记得要在纸的上半边画画 鼻子呢是位于眼睛的中央画两个点 嘴巴呢在鼻子的下面 先画一条小小的横线 找到嘴巴最下面的位置做个标记 然后用一个绕回来的大弧形画出开心的大嘴巴 画好了脑袋就在下边折好的纸上画身体 首先画一个二在身体的右边 再画一个反过来的二在左边 接着从二连回到它的脑袋 另一边也是一样 画胳膊的时候 先在二的旁边做个标记 然后画条线下来往左一点 再画条线下来往右一点 这个胳膊也是 做个标记 然后往左往右画两条线下来 接下来用以上一下的锯齿线 画出青蛙的小手 再用锯齿线也画出青蛙的小脚 最后呢画上它的肚皮 坐着的小青蛙就画好了 我们打开来试试 打开就只看到脑袋了 折上看到坐着的青蛙 那在哪儿画跳跃的青蛙呢 我们现在就在打开指的空白位 开始画吧 先画身体 它跟脑袋一样长 量一下 这就是身体的位置 画一个大字母U 穿过这个点 绕回到脑袋 胳膊呢 从身体出发 画个弯弯的弧形 一边一个 胳膊的内侧 画一个小一点的弧形 用锯齿线画出手 另外一边也是 腿呢从身体下面的位置出发 跟胳膊的形状很像 不过大一些 长一些 也是一边一个弧线 把腿的内侧 用小一些的弧线画好 锯齿线画脚 另外一边也是 这只青蛙看上去也很开心 为了让它看上去 就像在跳跃一样 我们给它加上一些 松松的动感线 轮廓线就画好了 现在我们来试一试 纸折上来是个坐着的青蛙 打开 就是个跳跃的青蛙 坐着 然后跳起来了 是不是挺搞笑的 现在我们来涂颜色 我先用粉色给它画脸蛋 然后用绿色画青蛙的皮肤 你知道吗 青蛙的皮肤可以吸水 所以青蛙是不需要像我们一样喝水的 它的水分通过皮肤就可以获得了 涂颜色的时候 记得先描轮廓 再把中间涂满 我们给跳跃的青蛙 涂好颜色之后呢 现在就把纸折上来 别忘了 也要给坐着的青蛙涂上颜色哟 颜色都涂好了 我们最后再来试一次吧 坐着的青蛙和跳起来的青蛙 你做的真棒 跳跃的青蛙就画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你点赞和订阅 接下来又到了小朋友作品时间 今天的作品来自Angela小朋友 谢谢Angela 我很喜欢你画的画 希望你继续练习画得越来越好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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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